好 谢谢点赞 刚才官发提示了 家伙们 咱们打一包正能量 好吧 给二位打一包正能量 来 官发提示了 给打一包正能量 对 给二位打一包正能量 来 家伙们打一包正能量 来 喂 我跟你说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跟我说的是什么 你跟我说的是 我怎么记录 你不是说你考虑一下吗 我有说过 我考虑一下吗 你说了呀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吵 没精神 你力气都没有 你怎么搞成没精神了 粉丝们都在说你 你现在去捡垃圾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是真的吗 那你你不让我去 你那儿上班 我还能干什么呀 我的天哪 不是你可以回家 你去你去 你去卖你的私尿啊 对吧 你回去你 做你的下你的包呀 这对不对 对不对 对 没精神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吗 那天我都跟你说了 我都说了 什么我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说什么叫我考虑的怎么样了啊 你给我安排一个嘛 你给我安排一个嘛 随便安排一个就行了 安排一个 那天我我我都说啊 跟你考虑一下 但是你说你要搭主管 要搭走级你什么的 你这个 你的 那这个想法太高了 我这边没有适合你的啊 没有适合 没有主管也没事啊 不用了 我我个人建议啊 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真的 如果说你愿意你可回去 你愿意回去的话 我我愿意拿五百米给你 好吧 你打发要饭的呢 我的天啊 不是那你你你的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我现在跟你说啊 你愿意回去 我也不想对吧 你是因为二妹来到了 这个地方的 我也不想 你在这个地方 到时候人家说出去 觉得好 我阿伟 我阿伟就是怎么样 西太河了怎么样 我告诉你啊 我想说的是 你那天我也跟你说了很多很多 你回去 我给你五百米 你就落费回去 好吧 就不要在这里这样子了 这样子对我以下不好知道吧 我来都来了 我跑这么远 我不可能说是 白白的就回去啊 如果你 如果你实在不想回去 你也想在这边发展 想在这边找个工作上吧 那你就去找个工作上吧 但是我劝你啊 你去找这个工作的头时 你先把你的头发给染黑 知道吧 你再去找工作 如果你的头发是黄色的话 谁会要你嘛 对不对 那一看就是这个二牛子一样的 那谁会要你嘛 是不是 头发跟我一样的挺多的呀 我今天都看到好几个 那不一样知道吗 那不一样 人家是人家 对吧 人家是富二代 你是什么代吗 你是 你是垃圾代吗 你 对不对 那不一样 你不要跟人家比 你知道吗 你说好好说行不行 你好好说啊 什么叫垃圾代啊 人家是富二代 你是垃圾代 知道吧 不是我说你 知道吧 那不一样 不是一个频道的人 好 没吃 就给你吵 一点力气都没有 要不要 我让我兄弟 给你送两个馒头过来 你是不是一天没吃饭了 我吃了 我吃了的 我 我只是没精神 我看得起你的一点 就是你这个人 还是挺有直气的 就是说 你看 我 你明明知道 肚子饿着的 但是你说你吃了 你 所以你 你 你 你没有必要 谁要面子 和说罪 我就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哎呀 哎呀 哎 你知道明天 是什么日子吗 我知道啊 什么日子啊 你不是说什么 要给二妹 什么惊喜什么的 我真的服务的 我真的服务的 你怎么知道的 刚刚我直播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的呀 你刚才直播了是吧 啊 那明天我也过来看一下呗 那从明天以后你就 不要靠二妹那么近了啊 好吧 以后就 明天过来看一下嘛 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那过个生日有什么好看的呀 对吧 没事我过来看一下嘛 而且 我不会干啥的 而且你明天照到现场 都会吓到我的缘故 其他缘故呢 知道吧 我们知道上班的工作人员 都是一规一矩的 西装打领带 都是 头发都是 nice ok的 头发 这个男孩子 头发不能超过耳朵的 就像我这种 知道吧 不能像你那种一样 那超过耳朵 还有耳腹 这些这么长 还有头发是滑涩的 那肯定是 是会吓到别人的 知道吧 人家以为你是搞理发店的 那个过来给我们剪头发的 人家以为是 知道吧 哎呀 那什么年代了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知道吧 还搞个这么滑的头发 你还想找个好工作 那怎么可能吧 还想当什么主管 哎呦 最起码的一点第一关 你都过不了 知道吧 你现在我看到 你说话都没有技术 你是不是饿着了 今天没一天没吃饭是吧 哎呀 没有 我吃了很多 我吃了龙虾呢 不是 什么 我现在吃了龙虾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不要在我面前抓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粉丝们都跟我说了 你今天去捡垃圾了 你还吃了龙虾 我那个叫飞无利用 我是爱环境 环保 你还吃了龙虾 你没有吃鲍鱼吗 还吃龙虾 你不要 你不要太爱面子了 如果说你真的饿着的话 现在真的饿着的话 不要死成 知道吧 我 你给我说一下 我 你在哪条间 我叫我的员工 或者我下面的兄弟 给你送两个码头过来 好吧 好不好 不行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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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是吧 不需要 不需要 哪 不需要啊 不需要是吧 我就想要个工作 我就想要个工作 你给我一个工作就行了 没有工作 我知道真的没有工作 也不适合你 真的 因为你的要求太高了 知道吧 不适合你 我要求不考 你随便就行了 你想要的工作 我这里都没有 知道吧 这里都没有 什么工作都可以 随便 什么工作都没有啊 你那个吧 你这样子吧 你 你这么的 你就回去吧 好吧 回去 然后路费 我给你 我给你 好吧 可以吗 你这是在 你这搞的 好像我就是为了 这这个 这几个五百座位 我来的 我就是为了 二妹来的 我不可能走的 我要待在这边 我要这边找个工作 有时候有时间的话 我就来找二妹 我是这么想的 知道吧 知道了吧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你要是提有提气的 这点是我很看得清 我都说了 我不放心 二妹一个人在这边 我就是 不会做的 但是我告诉你啊 如果说你真正的 饿着肚子的话 你就没有这个 这个合计了 所以我劝你 现在还没有到 那个时候 你就回去 不要到时候 真的三天三夜 不释放 你再回去就 真的没有意思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 不要 不要 不要抓面子 活受罪 知道吧 你真的差不多 现在这个时候回去 还来得及 如果你到时候 真的三天三夜 不吃饭 你再回去的话 真的太晚了 有点晚了 知道吧 出十发 你现在回去 你不要想着 你没有路费 我给你 知道吧 我给你五百 或者六百都可以 知道吧 你赶紧回去了 不要 这里你耗不住的 这城市 跟你们楼村不一样 你们楼村里面 饿的时候 还可以去沙沙 挖两个土豆 咔一下 这里没有挖的东西 你知道吧 真的没有 这城里都是 地板都是 那种 会你挖的 你挖也挖不动 所以你饿着 就是饿着老 而且你这个划毛 你这个划 头发这样子 你席下这样子 人家工作 你找不到工作的 哪个老板会 要你吗 对不对 反正我不会放弃 来都来了 是不是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知道 我说 回去 但是 是不是 又不只是我一个人知道 你们大家 我那些叔叔阿姨都看着呢 我不能放弃的 对不对 还有 作为男人 是不是 我说过的话 我又不是白说的 我肯定要坚持到底 我说不走就是不走 我要留在二妹身边 我就是不会走的 说到做到 是不是 你留在二妹身边干什么吗 我想问 你留在二妹身边有什么用吗 对吧 因为明天 我来试试 明天 我就给他 明天我就给他惊喜了 那么你来 你明天 比如说你要来 你也没有 你那个 你现在这个期划 你来 你觉得合适吗 第一 明天 对吧 这么大个 这么大个场面 你来了 其他的那些员工都会笑你 第二 你最起码你来 你来参加二妹的时日现场 你应该要 要瘦点什么吗 对吧 你现在你自身都拿保 发都吃不保 你拿什么瘦他 你瘦什么给他 拿不成 但是谁来找他 一样的 还瘦两个苹果吗 对不对 那我能 我能从那边来到乐山镇 我就 就是有心意的才来的吗 我来的时候 我就没想过要回去 就是 就算要回去的话 是不是 我必须要 就是没办法了 是不是 至少不会留遗憾 我今天 给你连这个麦呢 是给你面子 知道吧 因为刚才粉丝们 一直在带节奏 然后你刚好 你也连过来了 我就跟你说一下 第一 那我都跟你说了 你给我个工作 是不是 你给我个工作 我能天天跟着 是不是 在公司里面 天天能看到二妹 我就感谢你了 我让你做大哥 行不行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的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因为你这个人 说话不说话 上次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们两个不是 打过一场PK吗 你说了 我说你叫你以后 不要 你远离 二妹你说可以 你看你现在 做到了 所以你说话不说话 这个东西 我会给你机会的 但是你不真心 知道吧 说话我们要算话 知道吧 上次明明 明明那么多人支持你 本来你就要赢 你知道的呀 你所以故意才这样的 我 我 我这边有人说 要支持我的 他们骗我的 所以我就 被你们这些人骗了 被我们这些人骗了 那有些粉丝说支持你 那肯定在支持了呀 但是你越赌服说 知道吧 我们男人说出去的话 就像泡出去的水一样 知道吧 那说到哪里 又做到哪里 你这个 一天说一样话 那这谁相信你呀 你看我现在 比如说我可怜你 对吧 我把你 用到我公司来上班 你说你以后 怎么怎么样 改变怎么样 你到时候又落稿 那谁知道呢 对不对 哎呀 没清醒了 我说 我跟你说 我今天 对你这个麦呢 对你这个麦呢 我想劝你两句话 因为你确实也是 为了二妹来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人生地不熟 然后呢 我也听粉丝们说了 说你在解垃圾什么的 没法吃了什么的 我觉得 呃 毕竟是 毕竟是 一位二妹来到这个地方 我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知道吧 所以我劝你回去 如果你愿意回去的话 我可以给你 六百 六百米 直接给你加一百 六百米 然后你做路费 剩下的你自己在路上买吃的 回去咯 好吧 既然我选择来了 我 反正我现在 就算捡垃圾 我也不会要你的了 不这样的话 他们 那些叔叔阿姨 看不起我怎么办 让我二妹看不起我怎么办 对不对 我 对不对 我不会要的 你这个人 我就在捡垃圾 就是我一天能吃个包子 吃个馒头 我也饿不死 是不是 来打一包正能量 家人们打一包正能量 哦 我知道不理他 但是我要给他讲清楚 家人们 我要给他讲清楚 然后话 你话说说清楚 好吧 你们大家 可以啊 我就你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明天明天来 给二妹过过完生日 我就走 什么 我明天来给二妹 就是过生日的时候 我要在旁边 然后第二天我就走 你确定吗 到时候看吧 我 什么到时候看 你这个人就是说话 不说话 什么又是到时候看 如果说你明天来陪 呃 明天来参加二妹生日 然后你 后天你就走的话 我可以答应你 知道吧 但是你现场 你坐着 你就给我好好的坐着 不要捣乱 知道吧 但是 可以的 你你你做不到 你你你做不到 你就不要来 知道吧 可以的 你如果说 你到时候 你不走的话 你现在最后不要来 不然我到时候 我叫人揍你 我跟你说 真的 哦呦 什么你不相信啊 我信我信 你说的吗 我明天来 我明天给二妹过生日 我 我后天就 我考虑一下 那你跟二妹过生日 你有带着什么 有机器来吗 你你带着什么礼物来了吗 啊 你好 什么都 我随便带一点吗 随便带一点是什么吗 带点什么吗 随便 那我现在自身 拿不完的带伤吗 我不可能去 抢吧 不要 不要乱说 不要乱说 你你算了吧 真的 你不要来了 因为你 你是一个爱面子的 你面前这种情况来 你来了 你 你两手扣扣的来 你真的 你自己给自己打脸 知道吧 自己给自己丢链子 到时候 对 我劝你不要来了 好吧 劝你不要来了 真的 好吧 真的 我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不会来的 知道吧 如果我 来啊 二妹过去日 肯定我要在场 我不在场 谁在场 对不 不在场又能怎么样 你在场的意义可在 对吧 你来 明天你来 这个日子你来了 你来了 各不让二妹看不起你 你知道吧 因为你来参加他的会 你两手扣扣的来 而且对吧 而且你 真的你到我们公司来 影响不好 到时候 员工们都不看舞台上表演 员工们都在看你的话 那就麻烦了 知道吧 那明天有没有打扫卫生 什么那些的吗 我可以打扫卫生啊 对 你看对吧 你这么大娘 上这么老远的地方过来 我让你打扫卫生 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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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你面子了吗 是吧 那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哦真的 哎哎哎哎 我今天 我今天很累啊 我都没心情跟你说了 那你怎么样才行吗 不是我逼你的啊 没有人逼你 是你自己选择的 所以你不用怪任何人 要分掉了呦 我现在腿酸得很 腰也疼 忙了都疼 你腿酸腰疼 这个是你自己 你要去捡垃圾的吗 我 我也刚才特意还看了你那个视频 你今天去捡垃圾 你还想去找工作 你找工作 我建议你先把头发染黑 然后你把 这边的人都以貌体了 你那衣服都应该都都都好好几天没有换过了吗 都好几天都穿那个衣服 对吧 我哪有心 我哪有心 这些换垃圾 来 这样打一把这轮廉好吗 打一把这轮廉 直播家两千三百人 咱们打一把这轮廉 咱们急也不差这一点 粉丝们都建议我挂了 但是咱们急也不差这一点 我们把话说明白 说清楚 我们再挂 对 我们有些东西不要 不要扭尾巴 知道吧 我们处理事情 要处理得干干净净的 不要牛尾巴 知道吗 牛尾巴对大家都不好 知道吗 这样呗 打一把这轮廉 你们负责打这轮廉就可以了 其次交给我 好吧 我来处理你这件事 关键 所以说你到底明天 让不让我去参加二妹的生日吗 我这也没地方充电 手机快没电了 来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回去 我给你六百块 做路费回去 不行 要么 你就 爱干嘛 就干嘛 给你两个选择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那我也我也没办法了 不可能的话 哎呀 哎呀 因为你到我公司上班 你真的没有适合你的职位 知道吧 我都说打扫卫生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打扫卫生 你看一下你那天来到我公司 你看到我们这儿打扫卫生的油 你像这么一个头发滑的吗 啊 你像个你脚回去了吗 头发黄我又不会影响到打扫卫生 哎 真的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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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搞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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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为什么不回去卖卖你的饲料呢 这是干嘛呀 我跟我舅舅都吵架了 我家里面我都跟他们说了 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要怎么怎么去那边 那么有怎么怎么牛逼的 我怎么回去吗 那我回去他们不得笑我呀 就叫你别去别去你非要去 你看他们这样笑我怎么回去吗 你这个人啊 你又不给我安排一个工作 工作是不是 你要安排个工作我就回去了呀 我也我也好跟家里面交代 你这个人太爱面子了 知道吧 太爱面子了 所以 所以有时候你低不下头 我不知道 他们说你去解垃圾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 放下这个面子去解垃圾的 你是暧昧 我也知道 你如果说 只是我们两个只能知道 二妹跟你去了 还好 那么多人知道